镜头前牛腰摆屯 热酷大秀长腿 黑丝袜展现性感 虽然无趣拍摄抖音影片 秋斗内 以为是哪个直播主啊 但仔细看 背后一个个小朋友 跑来跑去 拍摄影片的近视教宝园 在幼儿园内大拍抖音狂症 园内孩童 全都掳 抖音账号23000名粉丝 还大啦啦卸上自己 就是名幼儿园导师 今年3月开始 这名教宝园近通儿皇之 在幼儿园内狂拍影片 大战火辣身材 从紧身衣运动服到幼儿园制服 影片一步接一步 全把小朋友们 一张张细嫩小脸 拍得一清二楚 让家长炸锅直呼 小朋友的受救权 受到侵害被迫曝光 孩子安全严重堪忧 根本把小孩当成斗内工具 我们收到这段影片的时候 除了惊吓 就是觉得哇 没有办法接受 也无法去想象 这是我们学校老师 做出来的事情 事发就在新竹市 这间知名的贵族幼儿园内 这名女老师 已经任职9年青春热物 却是名46岁美魔女 两个孩子都已经20多岁 边上课边拍片秀身材 的确招来不少粉丝 却也引起家长群起炸锅抵制 原方竞技灭火 我们校方真的对学生 及学生家长深感抱歉 真的很对不起 接绕幼儿资料者 采取3万以上 15万元以下罚款 除了被开罚 原方也再三致歉 决定接聘老师承诺加强管理 就盼能自助家政怒火 毕竟幼儿园内 教宝圆穿黑丝袜 性感热物 拿幼童当背景 实在让家长难以接受 直呼根本拿孩子拼斗内 记得和梦谦黄玉兰新竹报道